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子庭 大家常常都會說這個棒球是台灣的國球 而這幾年呢 大家也都希望說能夠把這樣子一個棒球的運動賽事 甚至說運動的一些這個發揮的能夠更好 然後同時也向下扎根 那在新北市政府呢 其實在去年多的時候呢 他們邀請了這個國內外12支的球隊 特別舉辦了一個這個新北國際城市的邀請賽 U18這樣一個賽事 同時呢 更在三重區打造了一個棒球的訓練基地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我們就要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新北市政府在這個棒球的這項運動當中 到底做了哪些努力呢 在今天的節目我們邀請到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為大家介紹的第一位呢 是新北市教育局的副局長 蔣偉銘 蔣副局長 副局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第二位為大家介紹的呢 是新北市體育總會棒球委員會 同時也是學生棒球運動聯賽的工作小組的總幹事 陳全榮 陳老師 陳老師好 主持人好 蔣副 以及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這個在去年度12月份 如果大家記憶猶新的話呢 其實這場比賽引起非常多的討論 而且呢 也在這個很多的 不管是在媒體上面 大家也都這個有做一些曝光 尤其呢 這是新北市第一次邀請的這個國內外12支的球隊 來到這個新莊以及三重這兩個場地 然後舉辦了U18的這樣的一個這個 國際的這個青少棒的這樣的一個邀請賽 想要請問一下副局長 當初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構想 然後希望能夠舉辦這樣子一個比較國際型 尤其在新北市這樣子一個舉辦的一個賽事 因為基本上我們把新北市定調為國際型的城市 在推廣棒球運動方面 我們在102年就擬定一個棒球發展的一個總體計畫 然後也鼓勵各縣市多交流 在我們新北市自己舉辦的全國性的比賽當中 我們哨棒有新骨盃的那個全國的哨棒邀請賽 然後在青少棒方面有那個主委盃的全國青少棒的邀請賽 但獨缺青棒這一塊 因此我們在想是說是否要舉辦一個青棒的全國性比賽 但在想到是說與其舉辦全國性的不如試試看 我們邀請國際的青棒邀請賽 因此有這樣子的發想 因此我們就是希望廣邀我們國內裡面那個棒球運動發展 比較承接好的一些城市代表 以及國際上面一些比較重視棒球的那個國家的城市代表來共同來參與 因為這是第一次 因此我們是出事提升了 希望能夠打響知名度 讓大家看到是說有青棒賽 會想到我們新北市的 富邦盃的那個國際城市邀請的賽事 這是我們最初的一個發想 讓學生呢 讓我們的青棒的選手 有機會跟國內跟國際共同好手交流的一個機會 而且呢這一次呢我們其實透過了這樣子一個國際城市 然後邀請到了像是韓國啦 然後菲律賓兩個國家的這個棒球的選手 然後可以互相交流 這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希望說 不是只有在地的這個球隊自己要這個互相切磋 有時候也要跟國際互相來做接軌 對 因為基本上我們這次有邀請到韓國跟菲律賓 原來我們是想要邀請更多 但是等一下 也許龍田老師可以跟我們說說 我們有一些國際邀請賽有一些困難 但是我覺得這是蠻成功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讓國外的球隊 能夠知道我們國內有這麼多的好手 跟他們一起打 他們也非常開心 我們國內好手自己也打 覺得非常開心 我覺得勝利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我覺得交流才是我們這次棒球賽最主要的因素 是要講到這個交流 這一次這個很多的工作都落在這個陳老師身上 陳老師要不要跟我們談一下說 這一次舉辦這樣子的一個U18的邀請賽 前後的過程當中大家看到的可能就是 這個球賽打得非常的風光 然後辦得非常的成功 可是幕後籌辦的過程當中 一定有非常多的一個艱辛跟困難要去克服 那這個活動其實最主要幕後的推手 除了我們辛苦的交易局的這個部分的工作人員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新北市棒球委員會總 那個主任委員蔡明堂 蔡議員 他從再早在我們大概一年前的時候 我們就有制定這樣的一個活動的一個概念的計畫 包括我們開始要邀請隊伍以及在籌劃各項工作上面 都已經著手下去做 那起初我們當初最重要的一個區塊是希望能夠邀請到八個城市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國際的賽事 那在中間的部分當然有一些邀請上的一個阻礙或是問題 那以至於最後只有菲律賓跟韓國的這個經濟道的部分前來這樣參加 可是我們已經跨出第一步 那我們接下來希望把這樣的一個賽事做為一個指標性的賽事 那希望就是說各城市來參加的一個隊伍 都是在各城市裡面優質的一個隊伍 然後把這樣的一個城市的一個國際交流的賽事 能夠把它的面做大一點 嗯 而且我們雖然這一次第一屆只有兩個 就是韓國跟菲律賓兩個國際的城市來參加 但畢竟第一屆已經有兩個城市 我們相信在之後呢 能夠邀請到更多不一樣的這一個 國際的城市的這一個好手們 一起來到台灣 一起來到新北這邊 一起來切磋交流 不過這一次呢 新北派出了兩支隊伍 這兩支隊伍也都是強棒 最後這個新北藍隊 成功的把這個冠軍留在新北地區 為新北這個爭助了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寶座 這過程當中也要不要請那個 陳老師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新北市這一次派出的兩個隊伍 第一個是新北藍隊 那是由古堡加商所組成的 那另外這個新北的白隊呢 是由我們新北市另外 鷹哥工商 秀峰高中 崇藝高中 以及古堡加商的兩位選手 組成的一個隊伍 那其實我們國內的一個成績 古堡加商在木棒組 以及玉三杯的比賽 都是非常優質的一個隊伍 傳統的球隊 那所以我們讓這一次讓白隊 四次的隊伍再成立另外的一支隊伍參賽 那也發現我們在平均的這樣的一個水準 技術水準上面都非常的一個平均 以至於在這次的成績都非常的好 好 能夠把這樣的一個冠軍留在新北 當然是對新北市政府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顏面 不過要舉辦這個國際賽事 當然很重要的人面對 包括像是賽程的一些這個安排 當然場地的部分也很重要 那在新北市大家可能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新北的這個新莊棒球場 當然它是一個就是很標準的一個棒球場地 那這一次我們也特別在打造了一個 新的一個三重的一個棒球場 那這部分的話不要請副作者 跟我們大家說明一下 在場地上的安排到底要如何 讓大家也覺得說 新北市在這樣的一個國際賽事當中 我們越來越重視同時呢 在把這樣的一個場地規格 也不斷的一直往上的提升 確實是喔 就是說如果要顯示我們 新北市重視棒球發展的話 我覺得包括軟硬體的投資 都是需要的 因此我們剛剛主持人有說 我們有新莊的國際棒球場 這是標準化規格的 但其他的以前其他的大部分 都是在那個沙灘地 或者什麼其他地方 是比較簡易的球場 我們是認為就是說 要提升我們棒球的風氣 或者棒球的一些相關的一個 那個士氣的話 我覺得一個標準的棒球場 要多一點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我們在去年跟前年的時候 就規劃在三重這地方 建一個棒球訓練基地 也就是說也是類似一個 標準棒球場的一個規格 無論是有關它的波音系統 或者測速系統 跟球員休息室 計分板等等 都比沙灘地標準的許多 認為有一個標準的一個場地化 對於以後我們在各校或者社團之間 那個在打棒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場地 我覺得是必須要的一個具備的一個場地 其實大家這個 常常如果住在這個 新北地區有很多 尤其靠近這個 河濱公園 或者是說這個二重縮龍道 像是這個大臺北都會公園 這附近的居民一定知道說 它其實有蠻多的這個棒球的場地 像是在這個大臺北都會公園 它其實在河濱外面 有些都有蠻多的一些這個棒球的一些 訓練的一些比賽的一些地方 但是剛剛這個副作者提到這個 三重的棒球場 它是一個嶄新的 而且是未來會成為一個 棒球的一個訓練基地 所以我們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這一個棒球的訓練基地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一些特色呢 好 我們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三重棒球訓練基地 它的設備可以說是相當完善的 它除了有這個天然的草皮的這個球場 然後內野呢是用全紅土 然後夜間照明 然後剛剛這個副作者提到的 這個電子的這個計分板等等 它可以說是都相當的這個一應俱全 那裡面呢甚至包括了室內的牛棚 打擊場 重訓室 甚至呢還有這個選手的宿舍等等 我相信這裡面的規格都非常的好 甚至裡面還有這個水療室對不對 這我當初有特別這個去找一下 哇這個在新北來講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訓練場地 可以說是這個學生 對學生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那它設立的目標呢 當然是希望能夠成為 基層選手的一個訓練的一個基地 那同時呢也能夠強化棒球四級的 訓練的一個機制 所以更重要的呢 可以藉此能夠舉辦一些 國際型的一些賽事 能夠跟國際來接軌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場地 我相信對這個陳老師來講 你們自己在培育這些運動選手 一個好的場地 對你們來講到底這個重要性 還有這樣子一個對於選手們 或者說對於這一些這個運動選手 他們的感覺一定會更加的不一樣吧 我想 是的 這個當這個球場完成之後 在TES的這個球場的部分 我們就先邀請新北市乘棒隊 到這個地方來做第一次的一個練習 那那一天的狀況跟我在高攤地 看他們練習的狀況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是 這些選手終於有一個家的感覺 什麼家 球場就像他自己的家一樣 這個球場的氛圍 讓他感覺到有家的 他的士氣 他的整個凝聚力都會特別強 所以我們在營造這樣的一個硬體的環境裡面 就像剛剛蔣副主講的一樣 我們一定要先做好這樣硬體的一個球場 否則我們在這樣的一個高攤地的場地 每年到了這個颱風季節的時候 一來不是淹水 就是破壞整個球場的一個狀況 又重新再來打造一次 所以我們教育局的部分 在針對文中用地的一個這個評估 我們在巴黎也現任一個檢疫球場 也都是在這個文中用地裡面 那土城區也做了一個 那三重球場將來就是當做這個 新北市城邦隊的一個總訓練基地 以及住宿的一個環境 那接下來三級的選手 如果主訓代表隊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入住在這個地方做集訓 包括餐飲的部分訓練的環境整整的提升 讓我們新北市的在四級的選手的部分 能夠有一個很棒的一個訓練環境 能夠培訓他們 那讓他們參加將來的國際賽事 就這個陳老師你自己覺得說 台灣現在這個其他各個縣市 大家在做這個棒球的這樣的培訓 這個基地對他們來講 應該是很多縣市政府的選手 我們應該夢寐以求的 是非常的羨慕 真的 那我們也是努力很久之後 在議員以及教育局的長官們協助之下 才有這樣的一個部分 包括監工也好 包括在規劃細節上 為什麼能夠把一個球場做這麼細膩 這麼專業化 那都是在平常的時候 我們有做很多的工程會議在裡面 去要求廠商以及你一定專業的一個知識 在裡面才有辦法 講到這樣的一個場地 其實教育局其實這幾年 費了非常多的這個功夫跟心思 然後希望能夠打造一個就是 屬於這個訓練學手們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國際的一個棒球的一個訓練的地方 這個基地它還有什麼樣的特色 或者是這個副局長覺得說 可以好好的來跟大家做一下分享的 我覺得第一個它有一個象徵性的意義 就代表我們新北市重視棒球運動的一個發展 第二個部分其實我剛剛蠻高興聽到 全榮老師他以專業棒球的老師 或者教練的身份提出來 因為通常有時候我們政府的政策說要做這個 但是不是符合人民的需求 或者是選手的需求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完全符合了 為什麼呢 就剛剛我們談到就是說 就在我們規劃這個棒球場的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斷吸收各界的那個意見 做相當幅度的一個修正 確實符合選手的一個需求 我覺得這一點是有個象徵性的意義 雖然有一些變更設計 但是然後公期又很短 說實在我們在一年之內 就能夠完工 包括我們局裡面跟體育處 還有全榮老師棒委會 都每天都去那邊監工 確實很辛苦 但是看到完工了之後 獲得選手們的能夠喜愛這個棒球場 我覺得這個 再大的那個努力 或再大的汗水 我覺得都值得 因為選手喜歡 我們就覺得值得了 這部分 這個講副局長有提到一個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重要 現在其實有很多的這個政府單位 他們在做一些規劃 或者是設計的時候 其實可能很多時候是用意良好 但是並沒有考慮到實際去使用的這一些民眾 或者是使用者的一些需求 那這一次呢 真的是有棒球 真的操作者 跟這個政府單位 然後互相的這個 互相切磋 然後互相變更設計 有哪些設計 或者是哪些 裡面一定要有的是 當初這個 陳老師你們一開始就覺得說 這個選手們一定需要有 然後而且呢 一定要有這樣子的一個規格 讓選手們 或者說讓這一些 這個學生們 在這個操作上面來講 是能夠更加得心應手的 是的 在這個球場特別的地方是二樓 它不再是作為看台的一個地方 而是它做成宿舍 這個宿舍的部分 就讓選手 比如說乘棒隊 以及這個受代表隊的這一些選手們 有一個住的地方 那我們在一樓的部分呢 我們特別還有做了這個 醫療的一個 防護的一個防護室 那防護室這個地方 是很需要 在球隊訓練的時候 是非常需要的 那可以保障他們的一些 運動傷害的一個緊急的主力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在球場 大概200公尺的一個範圍內 我們設置了室內的打擊場 以及重訓室 那這個區塊裡面 我們會想說 在這樣一個球場裡面 就涵蓋了這些 運動傷害的防護的中心 以及投打訓練室 以及住宿的地方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個訓練基地 非常特別 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嗯 好有這麼好的這個硬體設施 當然這個也是需要有這個好的選手 來這個去好的來去使用它 那新北市這幾年在這個 雖然大家都知道說 新北市其實是棒球這一塊 其實都還蠻強的 然後從學校 有很多的學校 他其實這個從基層 就不斷地培育出 許多優秀的這個棒球選手 但是我知道說這個新北市政府 他們除了在這個棒球的這項技能 很重要很要求之要 其實對於這個軟體的部分 也很要求不管是在學生的品德 或者說在學生他們自己本身的 一些人格教育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都是所謂的軟硬兼施 要有好的軟體 同時也要提供好的硬體 這一塊的話 我知道老師 從以前也是都一直在培育 許多基層的這些選手 你們對於整個這個台灣的 運動選手的養成計畫過程當中 你們自己應該也看到了很多 是的 這有關於選手的部分 通常 北部的選手 通常會比較重視這個 品德教育會比較多 南部的選手 早期都比較屬於土法念鋼型的 接受的薪資也比較沒有 這麼樣的一個快 但是在我們現在 新北市在推展這樣棒球運動的裡面 我們融入了科學訓練的一個方式 進來以外 另外一點我們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讓小孩子養成一個棒球的一個 良好的一個品德教育 棒球運動裡面還有很多 附加價值的一個教育含在裡面 對球場的尊敬 對球員的尊敬 以及對這個教練的一個尊敬 從這樣的一個尊敬的一個禮儀裡面 讓他養成很好的一個品德教育 而不是讓他只有得到冠軍或是獲勝那一刻 一直崇拜這樣的一個成績 所以我想 將棒球運動最本質的一個含義 延伸出來的話 我想 棒球運動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學習的一個項目 確實 因為大家很多人都會講說 感覺上這個運動選手們 其實很多人都會講說運動 這個運動國手或者說這個打球的 通常都比較不會念書 但是有時候我們反而 我們要把這樣的觀念給翻轉過來 對 基本上那個 剛剛全文老師講的 我覺得我深刻體會到 因為我們有機會去看 那個選手做棒球比賽 他們在賽前的時候 有時候我有機會去跟他們講話 就看到那個隊長一聲令下 大家都非常安靜的 就聽你講話 雖然講得不是很好 但是就是說 他就是一種尊重 第二個就是一種紀律 我覺得一個要 一個球隊就是尊重 對教練的尊重 對領隊的尊重 對學長的一個尊重 這很重要 有尊重才會有紀律 包括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或者這樣子一個嚴格的訓練 都是跟紀律有關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一個求勝的隊伍 尊重跟紀律是不可少的 沒有錯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也可以讓大家看出來說 這一個球隊他們的 展現出來的一個特質 同時呢 他代表的不見得 只是一個球員 自己本身 他代表可能是 後面的這個學校 甚至可能是包含了整個 這個新北市的 這樣子的一個代表性 所以呢我們接下來 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就是在這一個去年度的 這一個三重的棒球開打之後呢 終於把這個冠軍留在新北市 我們帶大家一起來回顧一下這一段的新聞VCR 市自三億元打造的三重棒球場 16日輔落成啟用 即成為新北富邦U18國際青棒邀請賽的場地 展新的三重棒球場 佔地約兩萬平方公尺 完善的設備規劃 可以消化各種的國際交流賽事 讓新北市除了有專業的新莊棒球場之外 還有其他不同的場地作為比賽交流的選擇 第一個那個我們新北市 有一個標準的一個棒球場 就是我們新莊棒球場 然後其他在我們高攤地 有些比較簡易的棒球場 都沒有一個比較居中型的一個棒球訓練基地 因此我們把三重棒球場定位為 我們城棒的那個訓練基地 那當一些高中或國中或國小棒球賽 也可以在這邊舉行了 不過因為我們這邊的場地設施 基本上還算不錯 比如說有計分板 有測速器 以及有球員休息室跟貴賓室 而且轉播台等等 就是可以辦一個普通的賽事都是可以的 因此我們不但有最高等級的新莊棒球場 有普通辦理棒球的一個三重棒球場 也有簡易的棒球場 我想對我們各的棒球隊而言 他要選擇參加什麼賽事舉辦什麼賽事 都有適當的場地可以作為選擇 由於主場優勢 U18棒球賽當中 新北市總共有藍隊與白隊兩隊出賽 在諸多強敵的環伺之下 新北藍隊以古堡加商為根基 許多的球員都是今年 黑暴旗大賽中的明星球員 隊上來自嘉義的精英球隊 新北藍隊全場超出了12支安打 中場以7比1獲勝 獲得晉級8強的資格 因為我們是主辦的縣市 因此我們想要組兩隊的權力 一個是新北藍隊 新北藍隊主要的是以古堡高商為基礎 它是在我們黑豹期也獲得冠軍的球隊 因此我們寄望很高 第二個是我們新北白隊 是由秀豐高中 崇宇高中跟英格工商 所共同組成的一個聯隊 我們希望藍白兩隊都相當具有可看性 而且都相當具有實力 我們也是希望無論是冠軍跟亞軍 都留在我們新北市 然後鼓勵我們新北市的選手 新北藍隊成功爭討嘉義之後 將對上戰勝荊棘的台北市 爭取準決賽的資格 也歡迎觀眾朋友到現場 為所有的棒球明日之心加油打氣 凱博大台北市會新聞 陳無凡 張美張採訪報導 好 我們看到這一場比賽 最後當然新北藍隊 總算是把冠軍留在新北市 然後讓大家知道 新北市的未來棒球之光 感覺上應該有很多的這一些 很多不錯的選手們 未來應該有機會可以成為 不管是中華隊的成員也好 或者說以後甚至很多人 搞不好都會進入到中華職棒選手的名單當中 我相信整個新北市在推廣棒球這項運動 可以說是不遺餘慮 剛剛我們看到這一個棒球的 三重的棒球場這個場地 展現的場地 接下來它可能作為很多的訓練基地 剛剛副作也有講了 未來的話只要是這個城棒的訓練基地之外 只要是這個 變成這個 是代表新北市的這一些 隊伍們都會進駐到裡面 然後呢裡面有一些宿舍 然後呢可以讓他們 好好的來做一個 這個訓練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未來的發展之後 它是不是之後也是可以 同樣也是可以舉辦一些賽事 然後呢可以讓大家 更加這個 讓這個場地能夠做更好的一些發揮跟運用 這是當然的 就是我們這次那個國際的賽事就是 順便做這個棒球場的一個那個 開幕式跟那個棒球 就是四打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未來我們無論是舉辦 我們全市性的 或者我們全國性的比賽 甚至我們辦理第二屆的 國際的那個城市的邀請賽等等 這都是列為必須的場地之一 好當然我們知道說這個新北 在全國來講其實有很多 這個簡易型的這個棒球場 然後有像我們剛剛看到的專業型的 甚至還有國際型的這個棒球場 我比較好奇的是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一定會想要知道說 就這個陳老師你們自己在訓練 孩子的過程當中 這些不同規格 不同這個設施的這個棒球場地 從像和平公園這樣子比較簡易型的 然後到比較專業型的 對於這個選手來講 你們自己覺得選手在使用這些場地的時候 這種氛圍或者說訓練上的那些態度 應該也會有所不一樣吧 是的 那其實棒球運動它是一個比較危險性的運動 所以它必須要在一個標準的一個場地之下 才能進行 那事實上我們在高灘地所設立的球場 包括圍網包括一些距離 都是符合這個安全的一個範圍裡面 所以事實上在39個高灘地的一個大小的球場裡面 那事實上我們都盡可能提供給 臨近的一些學校來做使用 那這樣的一個部分裡面 他們在就能夠有最基礎的一個場地可以做訓練 那當然如果能夠在這樣 像三重棒球場的這樣的一個場地 做進一步的訓練的話 那相對的在這樣的一個感覺上 就比較有一點像職棒的球場 不是只有一般的 那職棒等級的球場進去之後 小孩子的感覺就好像踏上一個 要像大檸檬的這一條路這樣 夢想的 離自己的夢想舞台越來越近的 高灘地的就像一般的簡易球場 可是當我能夠進到這個球場來做訓練的時候 好像我離這樣的一個夢想越來越近了 所以我覺得優質的一個場地 完善的一個場地 帶給這樣的一個小孩子的一個夢想 跟一個想法的話是非常貼近的 好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有這樣子一個好的場地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選手們 所有的學生們 在這個訓練上面要更加認真 同時也要持續的發揮出好的一個實力 節目進行到這邊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繼續回到我們的節目 我們可以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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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 簡易回合探究 要不要拍電視 回頭燈 我們也行 做一下 我們可以看電視 我們要做一些 要做一些 擔心 我們可以看電視 我 我 新北是我 主場 我 你 不放 很像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節目 那在這個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我們跟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新北市政府在推廣棒球上面 其實做了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了 有好的場地 有好的選手之外 當然也要有更多的觀眾 好好的來進球場支持他們一下 我知道這一次的這個 新北國際城市U18的邀請賽 我們做了一個很創新的創局 邀請了很多國中小的學生們 一起進到球場裡面 一起來關心 一起來支持我們自己 新北在地的球隊 以往我們都是那個 那個支持我們偏遠的學校 來觀看藝術表演 但是我們現在轉念一下 藝術表演跟運動競賽 其實是可以分頭並進的 因此我們早上 請他們去規劃 藝術的那個巡演 然後下午來看我們棒球賽 我們覺得那個 規劃起來相當不錯 又有藝文又有運動 不會單獨偏 偏任何一項 而且剛剛全榮老師也談過 就是說當選手在比賽的時候 上面有人在加油的話 我想這個氣氛完全不一樣 就原來只可以 大概只能打二雷安打 而且一加油之後就會打 有了加油聲之後 有的借外球原來不太想接 有的觀眾就會想拼命的接 我想這個氣氛的氛圍完全不一樣 對球員來講 有人加油 所以有人在觀看的時候 表現可能會更好 至於加油的這些學生來講 看實地來看棒球 跟在電視上看棒球 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 有一種人跟人這種感情的緊密的 這種結合 大家為同一件事情來做加油 我覺得對振奮士奇來講 對我們今年度 首先舉辦這樣子棒球之旅的 我覺得小朋友來講 我覺得他應該也是印象深刻的部分 確實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說 這個要推廣這個運動 那有時候呢 為了要讓這個全民更加這個接觸 不是只有選手們 自己在這個互相加油打氣 有時候更需要的是 很多民眾大家一起來 然後為這個隊伍一起來 這個吶喊 然後一起來為他們加油 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運動的一個教育來講 必須要更加普及的 然後到所有的一些民眾的觀念當中 然後讓大家能夠一起來 進到球場裡面 支持自己喜歡的一些球隊 是的 那我們都知道在籃球運動的HBL 那現場在決賽的時候 都吸引了號召的很多學校 或是支持者來加油 那棒球運動這一塊區塊 事實上在我們學生棒球 夢棒組的冠軍賽就看不到 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們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在對於這一次賽事的冠軍賽 以及這個明星賽的一個安排上 我覺得已經是超越了這個聯賽 他們舉辦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規模 觀眾入場的部分 那剛剛講到一個特別大的重點 觀眾是一個球員的一個心理上的支持 那這個支持度越大 就像講的 本來二雷安打了 就直接擠出全雷打了 那相疑之下 小孩子得到支持了 他總比說 這個球場上的冠軍賽 那個看來上只有一些 可能年紀比較大的 喜歡看棒球的人在裡面而已 可是學生進來之後 他的加油聲是非常可愛的 誰誰誰加油加油全雷打 怎麼樣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把這個決賽的一個 這個關賽的一個氣氛 營造到最高點 那我想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所以要非常感謝教育局在這個區塊的一個努力 當然這除了就是讓這個學生們 觀看這樣的一個球賽 然後贏得這樣子的一個 觀賽的氛圍之外 其實更主要的也是潛移默化 讓大家開始知道說 認識棒球這項運動 然後甚至可以開始去了解它 接觸它 然後好好地來推廣一下 各式各樣不同的運動 那其實這幾年 新北市辦了非常多的國際賽事 除了我們今天談到的 U18的國際邀請賽之外 我們還有哪一些這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國際型的賽事 在一整年當中 其實都蠻多這樣的一個賽事在舉辦的 基本上我們就把我們新北市 定為國際型的城市 因此我們希望舉辦各種 國際型的體育交流活動 比如說剛剛主持人講過 我們萬金石 萬金石也是我們國內唯一 獲得那個IAF 認證的銀標籤的一個賽事 這個我們也都會 每年都會廣邀國際的選手 選手來 第二個就是我們在舉辦過 105年的時候 舉辦過那個ICG 全國少年運動會的部分 也廣邀了全世界七十幾個城市 來參加 就是說有更多的城市 能夠來我們台灣 來我們新北市 我覺得做一個國際的交流 我覺得對 無論是對於國外的來講 或者對我們 那個新北市來講 都是一種好事 認識不同的一個文化 而且我們這次的賽事 我們這次U18的賽事 也都有一些文化之旅 除了賽事之外 也要認識我們新北市在地的特色 在地的文化 我覺得這樣子 才是行銷城市的最重要的兩點 賽事重要 文化的行銷也很重要 講到這個文化行銷 甚至包括整個這個 國際的這個城市的一個行銷 新北市這幾年 其實不斷的走出國際 然後希望能夠把人間度呢 放到最大 那剛剛我們提到的 像是這個去年舉辦的這個 U18這樣的一個 國際城市邀請賽 這個剛剛副座有講到說 這裡面有一些文化交流 這個文化交流部分 等一下請那個 這個陳老師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我們要先提到 像是這個萬金石 這樣子一個國際賽事 其實這一些國際賽事 就是把這些這個優秀的選手們 吸引到這個新北市 除了這個能夠讓這個更多人 關注這樣一個賽事之外 我相信這個所謂的一個 城市的一個行銷的這個宣傳 甚至呢讓更多人 不是只有在新北市來這邊打球 甚至希望能夠讓他們 能夠在這個新北市 認識新北市 我想這一塊來講的話 這個新北市其實做了 非常多的一些努力 然後也希望說能夠讓 更多的這一些 國際的一些運動選手們 能夠認識到這個新北市這個地方 對 而且我覺得我們新北市 是一個跨局處整合的一個城市 就是說我們提倡運動旅遊 就是說你來萬金石 我們也會結合相關的局處 文化局或者那個旅遊局等等 來共同來設定相關的一個行程 你比如說今天來去跑萬金石 那你前一天或者後兩天去參觀我們文化景點 或者那個去品嘗小吃特色 而不只是為了跑萬金石而來的 那其他就坐飛機就回去了 這我覺得對我們城市來講 這是不夠的 因此我們是希望有一個套裝的一個行程 而且你還可以帶你的愛人來 帶的太太來 或者帶親人來 全家一起過來 對啊這樣子 振興我們的新北的經濟 也非常會有貢獻的部分 確實喔 那剛剛我們提到這個 這一次的U18來講的話 這個韓國跟菲律賓兩個國家 來到這個台灣這邊來做比賽 甚至還有其他縣市的 這個選手們 一起來到新北市 我們也做了一些這個文化上的一些交流 是的 這一次的一個比賽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 就是城市的一個觀光活動的一個行程的安排 那在這麼多的一個隊伍進到新北市來 我們這一次特別在安排了一天的空檔日的時間 帶他們到三陰線以及淡水線 以及平行線的部分 做一次我們這一次這個我們在地的一個文化特色的一個部分 像韓國隊的話他就到平溪放天燈 那到英哥去做這個手拉胚 手拉胚 這些的一個是這個部分 那他們都非常的高興 那最特別的是我們來自國內的其他的幾個縣市的 城市的一個選手 這個應該是他打棒球以來第一次應該有機會來參加比賽 竟然還會安排我們做這樣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文化治以及精神的這樣的一個紓壓 放鬆的一個行程 這個我想這是我們這一次活動 特別要給這些來到這個新北市打棒球的 這一些外縣市的選手裡面感受得到 我們這一股溫馨的力量 讓他們帶回去 那事後他們回到各個縣市 就是在這個LINE裡面的群組都非常的感謝 這樣的一個主辦隊的安排 為什麼印象那麼深刻 因為可能從來沒有過 那將來會不會繼續 我們新北市持續辦下去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文化的一個活動的行程 一定會是我們的一個主軸 我相信這個一定有很多的這個 其他縣市的這個選手們 大家應該開始很羨慕說 趕快來到新北市來這個參加比賽 能夠多認識 除了這個比賽這個 當然勝負很重要 但是中間的過程 然後甚至能夠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交流 然後能夠有一些這個不一樣的 這樣子的一個切磋 然後能夠去做一些這個 在地的一些風光的一些 這個導覽也好 或是說一些這個文化上的一些教育 我相信對於這些孩子們來講 真的是一個很大不一樣的一個 不一樣層面的上面的一個提升 其實我們必須說 我們這是用心良苦 為什麼呢 就是說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辦邀請賽 邀請賽是我們主動 所以我邀請你來 你可以不來 但是你有什麼吸引力 要讓別人來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第一屆 舉辦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讓其他來參加的城市 覺得第一個不需此行 第二個覺得還想要來參加 因此我們的目的 是希望我們舉辦第二屆的時候 這些來參加過的都會打電話來 拜託說求求你邀請我來參加 什麼時候要開始報名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良性的溝通 或者是說原來沒有參加的 經過那個傳播之後 覺得來我們新北市 無論不論是打球 或者文化之旅 或者怎麼樣的一個接待 都覺得有貴賓級的 願意主動的來跟我們 恰常是說希望你來邀請我們 其實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就是主動 就是說我們原來是主動 我們現在要化為被動 就你們來主動邀請我們 我覺得這是最高的境界在這邊 確實這個創新的這樣子的一個文化交流 然後同時把它融入在整個賽事過程當中 真的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這樣的一個idea 同時也獲得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成效 但是我們當然還是要回頭 繼續來談到說我們台灣的整個 這幾年大家一直在講說 像是我們剛剛提到了 很多的一些這個棒球上的一些訓練 不管是在軟體上面硬體上面 大家都希望說能夠持續的提升 那我相信說像陳老師 因為你一直以來 不斷的一直都在在基層裡面 然後看到很多台灣的整個棒球上的發展 不可諱言的 這幾年台灣人講到棒球 大家有時候常常都會叹一口氣 會覺得說台灣的棒球好像不像以前這麼的風光 那我不知道說你自己在這個基層上面看到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不管是在這個硬體上面 軟體上面 或是在政府單位 民間上面 到底台灣想要好好的去推展棒球這個運動 然後希望能夠讓它再一次的這個風光起來的時候 你覺得到底目前還欠去了什麼 在有關於我們棒球運動在國際上現在的成績的話 可能大概在世界排名大概是第五跟第六 那這樣的部分我們凸顯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大家也在進步 不是台灣退步了 是大家也在進步 可是當大家在進步的同時 我們要怎麼樣讓我們這樣的一個國球 能夠持續的在國際舞台上能夠佔有一席的地位 那相對的其實新北市在推動這樣的一個棒球運動的一個工作計畫裡面 是先從社區以及社團先著墨開始 再來成立學校 再來做代表隊的主訓 再來以及做這樣的一個環境的充實 以及辦理各項的一個演習 來增加這樣的一個推展棒球的一個一個面 那打棒球是非常現實的 有這樣的職才有這樣的成績 王建民選手 陳文英選手 以至於到現在的 到日本火球隊的柏龍大王 這樣的一個選手都不會每年會出現 大概都是幾年才會出現一個非常優質的一個選手 但是這就是台灣人才在培育上 這個職的部分不容易取得 因為大部分的選手都跑去打籃球 打排球 那如果把那些身高的選手拿來這邊做訓練的話 身高都是195兩公尺來當投手 跟從170到175公分的一個選手來投球 那當然190跟兩公尺的這些選手 訓練的這個值當然優於這樣的一個部分 對 所以在這個培育上面確實真的是還蠻辛苦的 那就您看到的就是在這個整個 像新北市政府來講好了 好了有這樣一個好的場地 然後呢大家也希望說能夠努力的推廣更多的人 一起來這個關注棒球 是不是在這個不管是在企業載助上面來講 或者說在其他的這個社區上的一些支持來講 其實也希望大家都能夠好好的一起來更加重視棒球這項運動 主持人說得很好 尤其在社區這一個區塊 是我們在工作計畫裡面很重要的一環 那這個球場已經成立了之後 我希望在這個球場的部分 將來它是一個從社區開始 也可以作為一個社區發展的學習型的一個場地 那這個社區的學習型的場地 我們要擴集這樣的一個面 讓每個社區都有這樣的一個棒球代表隊 那假日的球場的一個使用就非常重要 提供這樣的球場 讓社區的球隊能夠進來這裡來練習 就像我剛剛講的 走進來這樣的球場的練習 跟在一般的球場不一樣 它就會對這樣的一個運動 有比較大的吸引力讓它去琢磨 那我們更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媒合 讓社會資源能夠多一點的支持跟贊助 因為棒球運動是一個非常燒錢的一個運動 球具也好 那個球也好 那場地也好 都是一個非常需要大的經費 那希望能夠透過多一點的社會的資源 來帶動這樣的一個社區的力量 那把這個面擴大了之後 相信我們就能夠找到 比較優質的選手來做培訓 好 要培育這個優質的選手 當然這個教育局的這個工作也是很非常的重大 除了要媒合很多的一些企業單位 能夠一起來支持這個棒球 或者說各項的運動賽事之外 當然從小的這個學校的一些教育培養 這個部分的話 教育局一直以來都是非常的關注 而且呢也一直非常的努力 希望能夠加強各個學校的一些運動上的一些設施 跟師肢上的一些培訓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主持人問的 這種題目真是大哉問 就是說我個人 這是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我們對推廣棒球運動 應該分成兩方面來講 第一個是全民 第二個是競技比賽 通常我們不要把它混為議談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國人都非常認真了 無論什麼事情都想得第一 都想要得第一 都想要得第一 就是說 無論是好玩的也想要得第一 好勝心 對啊 他只能勝不能敗 就是說 但是國外看推廣社區棒球那些 就是好 純粹好玩的 對 就勝敗來賓家 賓家嘗試 對 只是我在比賽而已 當然最後的結果 當然也不會像我們這麼在意的部分 就拿到我們的國內的成績來看 我覺得也是一樣的心態 就是說 比如說OECD國家的那個什麼 全世界國際的學生評量 照講我們最近的一次在數學跟科學 都是全世界第四 但是我們也沒有因此非常喜悅 如果是其他國家得到這麼好的成績 應該都非常的喜悅 我們還在檢討說為什麼沒有得第一的狀況 因此我就是覺得說 如果是競技比賽的部分的話 就必須很認真 但是如果是全民運動 就應該是好玩 讓大家享受運動這個過程 對 享受運動的部分 那不然只想到 我萬一輸了怎麼辦 那就會有很大的 很大的壓力 失去了那個運動樂趣 對 因此我們在 新北市教育局在推廣這方面 也是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純粹推廣 第二個就是競技 推廣的部分 就是剛剛教練所提到 我們的運動社團 跟社區棒球隊的部分 競技的部分 就是我們選拔賽 選拔各校的棒球隊 我們新北市現在有各校 從國小 國中 高中 有39個棒球隊 這個部分就純粹是 用競技選拔比賽 但是我們希望 但是就是39個棒球隊 可以佔我們新北市的 學生的運動人口 也是少數的精英 但是大部分的學生 我們是希望能夠 能夠熱愛運動 雖然沒有達到競技的水準 但是覺得提到棒球 就我也有參與過 就像我本人一樣 沒有達到競技的水準 但是在群榮教練的指導下 我也可以揮棒 集出那個界外球 就是你有參與的話 就會覺得喜愛 就會慢慢這樣子的部分 不要一下子 給大家很大的壓力 這個部分 我覺得分成兩圖 來推廣這種 這是我們教育局 在推廣棒球運動的 那個兩項主要的途徑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副局長提到的 這個觀念 其實很多家長們 應該也要有這樣的觀念 就有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讓小朋友去運動 去打球 有時候感覺這個 好勝心還是台灣人 好勝心還是稍微強了一點 但是有時候 能夠退而去 或是說 能夠好好去享受 這個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然後還有在比賽的整個過程當中 我相信 得到的東西反而會更多 好 那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我們提到了這個 新北市在這個 棒球上面的一些推廣 當然呢 我們也看到很多 這個新北市政府 在這個這上面 做了一些努力 我想節目最後 我們是不是利用一分鐘的時間 最後也這個 跟觀眾朋友們 一起來分享一下 不管是在這個 棒球上面 或是說在未來 整個運動上面 推廣上面的 這個部分話 最後還有一些話 希望能夠告訴所有的 觀眾朋友們 甚至呢 讓大家知道說 西北市政府 其實在這個各項的一些 這個運動 或者是說在這個 教育上面 其實真的做了很多 然後也希望大家一起來 多多的來做這個運動 這個項目 我們是不是先請這個 陳老師這邊開始 好 棒球運動它的特質 是一個回家的運動 就是將壘包 一壘二壘三壘 會回到本壘 你不管你的隊友 你的家人在壘 你下一個打擊 就是想辦法 要將壘的這個 隊員 家人 送回家得分 那送回家得分之後 大家都很快樂 營造這樣的一個氛圍 那所以呢 我們當 新北市政府 在辦理這樣的活動的話 我們是一個 跨局處的一個活動 大家 文化局也好 交通局也好 以及教育局 以及各處事都好 大家結合在一起 一起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把這樣的一個棒球的特質 把它營造的氣氛 營造到最大 讓我們新北市的 所有的民眾也好 學生也好 能夠感受到 這個運動的不一樣的地方 而不是只有打棒球 這樣的一個含義在裡面 所以呢 我們希望 有興趣的這個家長 以及小朋友們 能夠多參與 新北市辦理的各項的活動 然後走進球場 看球也好 打球也好 然後如果你具備這樣的一個特質 那將來你就可以 跟著學校做培訓的一個工作 然後一直到你的夢想成真 那這個也是我們新北市工作小組 在推動這樣的運動裡面 最大的一個用意 好 那這個 副局長 剛剛主持人有問說 我們這個U18國際棒球邀請賽 會不會繼續下去 基本上我們辦第一屆 當時有義務要辦 繼續辦第二屆的部分 所以我們對第二屆的期許是說 有更多的國際隊伍能夠參加 第二個有更多的國內隊伍能夠參加 第三我們會安排更多的文化 或者旅遊的套裝的一個行程 讓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平台 大家親棒的一個國際學生交流的一個平台 這是我們對自己的一個期許 好 今天非常感謝兩位來賓來到節目當中 當然更重要的是 希望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新北市其實舉辦了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一些賽事 然後呢也希望說大家這個 盡量的能夠進到球場裡面 進到這個我們的比賽場域當中 為這些選手們一起加油打氣 然後甚至呢大家一起來這個 從事這樣子的一個運動的這樣一個項目 然後呢可以讓這個整個新北市 不管在運動上面 或者在教育上面 都能夠持續的發光發熱 今天再次感謝兩位來賓 同時也感謝觀眾朋友們 大家的收看 我是曾子庭 我們下次再會囉 我們下次見